上个星期五,前首相纳吉在马大附近的一家餐馆准备要见粉丝 然后一群马大生到附近高举纳吉小丑看板做无声抗议 纳吉的支持者很不爽,接着双方爆发肢体冲突 作为Bosco纳吉的护主及先锋,洛曼他也牵涉在里头 过后警方就提到说将会有人被提控 那洛曼他作为他也是巫统的最高理事 他昨天晚上就在社交媒体喊冤 同时他也公告天下说,被控告的人就是他 马大师和前首相纳吉支持者起冲突案爆发六天之后 涉嫌攻击学生的巫统最高理事洛曼 以及其他三名巫统党员今天被控上庭 洛曼以一身亮蓝色西装亮相 陪同他出庭面控的还有十多名支持者 不过洛曼的案件审讯似乎进行的不太顺利 人家是梦母三千 这位洛曼哥针对不同的控状 一个早上就换了四个吞噬亭 把记者们搞得团团转 经过大约一小时的审讯 屯市宣布洛曼被控三项罪名 包括一项血液破坏公务罪 以及两项血液伤人罪 三项罪名一旦罪成 将可面临最高刑罚坐牢七年 当然洛曼否认有罪 并以九千令吉保释金和一名担保人保外候审 而洛曼缴了保释金之后 在法庭大厅对媒体表示 他们对判决感到失望 认为总检察署是选择性提供 洛曼认为那群马大圣 在向纳吉呛声时 并没有事先根据和平集会法令申请 他们的行为已经抵触法律 无论如何洛曼强调 他有信心可以打赢这场官司 只不过言语中 怎么样都还是要把火箭扯下水才甘愿 罗曼被控对学生动粗 有人可能会说那是个案 那是个人行为 也许是罗曼不对但跟巫统无关 不要一根竹竿打翻全传人等等 但是如果一个政党长期以来是不断的纵容 让这一类的个人行为重复发生的话 那到底这个暴力事件真的只是个人行为 又或者它已经根植成为巫统的不良基因了呢 那华人社会印象最深刻的涉及巫统的 所谓个人行为发生在2000年8月18号 将近19年前 那个时候的乌青团副团长阿杜阿兹带了200个马仔 跑到龙雪华堂去闹市 他们爬上篱笆恐吓说要一把火烧了雪华堂 要华人滚回堂山 这一群狂暴之徒 那个手指都快指到当时出来面对他们的雪华堂负责人的脸上了 然后类似的事件在2014年又重演 那个时候是直辖区乌青团长拉兹兰 没错又是乌青团 这一回他是带了50个马仔到行动党的总部去示威抗议 他拿着扩音器口出狂言说 行动党要是再敢得罪乌统的领袖和马来民族 那乌统的人就会烧掉眼前的建筑物 这一幕呢 是不是让你觉得有似曾相似的感觉 那地点换了 人物换了 但是乌青团的人呢 怎么动不动就要把人家的建筑物给烧掉呢 似乎是目无王法 那过程当中呢 也出击了各种恶毒的语言 到了2016年 大家还记不记得 当时候国阵的副农业部长达祖丁 他在国会里头讲了一些非常不尊重女性的话 然后就被一名在野党的议员骂他混账 结果第二天 达祖丁的儿子带了一群马仔 闯进国会大厦的范围 明目张胆 动手要打议员 过程当中有一个国会保安也被打伤了 闹事的人当时候还嚣张的喊道 这只是开始 而达祖丁事后呢 也嚣张的说 要是换作他自己来动手的话 那个示威会更大阵仗 似乎摆到明要告诉大家 你们就是不够老子 凶 那说到巫统人马的这些曾经的流氓行径 绝对不能漏掉一个人 就是巫统的大港区务主席 红山军的这个领袖 加玛尤诺斯 他纠重闹事的本领呢 509前几年大家都见识过了 印象比较深刻的包括了2015年916红山军大集会 那个时候呢 有的这个红山军的成员呢 就闯进磁场街去闹事 还好最后没有酿成太严重的冲突 过后不久他又放话要展开另外一次更大规模的 硬闯磁场街的行动 幸好当时候的中国大使到磁场街一游 也发表了措辞相当强烈的谈话 警方接着就漏夜的扣留加码 阻止再次发生这种无法无天的事情 这些都是发生在509之前 巫统国阵 就是掌权的那个年代 509各族人民铁了心 赶叫日月换星天 其中一个诉求 就是无法再容忍 执政党怂恿暴徒 这样为非作歹 为所欲为 要杀意尽百 西蒙政府绝对不能够再允许 这一类的政治流氓文化 无法无天 目无王法 横行霸道 是不行的